尹芙蓉在财政厅待的时间特别长 让罗瑞在车里等得很不耐烦 尹芙蓉拎着手包如释重负走出办公楼 坐在她惯常坐的后排左侧位置时 屁股边触电般弹起 原来垫子上是湿的 酱色滋滋水水污染了她身上的浅黄色套装 没等老板发火罗瑞慌忙道歉 刚才她躺着喝可乐 不小心撒在垫子上忘了告诉尹芙蓉 爷爷真是对不住 要不送您回家换衣服吧 尹芙蓉一脸韵色看着腕表 已经跟人约好的哪还来得及 抛下一句瞧你干的好事 便跑到马路对面一家百货商店买衣服去了 几分钟后身上多了一件白风衣的尹芙蓉 气急败坏回到车上 这次她坐的是副驾驶员位置 尹芙蓉 真对不起 我 别啰嗦了 开车 去哪儿 国税局 快的 车子离开财政厅不久 尹芙蓉忽然想起扔在后排座上的手包 回头去找 果然在 便松口气 伸手拿过来 长口处掉出来一个存折 一阵紧张地翻找之后 尹芙蓉目光如电射向罗旗 小琪 你刚才动我包了 她温柔地问道 那年轻的司机一脸无辜地当即予以否认 你拿了我东西 没有的事 我一直在这坐着来着 尹姨 什么东西没了 尹芙蓉说她明知故问 语气也有所降温 爷爷 这可是冤枉我了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 拿人东西是可耻的 好 你说你没拿 掏进你的口袋 现在就掏 不管你是谁 恐怕没这个权利吧 罗旗的口气也硬起来 声称可以跟尹芙蓉上派出所 公安局 手机铃响 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尹芙蓉看一眼来电显示 未雨接听 沈国税局很快到了 奥迪车停在停车场 尹芙蓉却没有下车的意思 定定看着罗旗 罗旗一副悠然的姿态 双手插在胸前很有耐心的样子 在这儿等着 我马上出来 电话再次响起时 尹芙蓉坐不住了 他下了车 一边接听手机 一边登上国税局 办公楼前的台阶 回头一望时 脸色骤变 罗旗正跑到街边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 尹芙蓉慌忙对手机里交代一句 三步并两步奔下台阶 摁在罗旗打的电话插簧上 那一瞬间 他已经听到 罗旗再跟对方说 东西拿到了 被断了线的罗旗一愣 旋即站出笑来 尹姨 这么快啊 要找的人去外地了 咱们去那儿见他 怎么走 上高速公路 罗旗要求打个电话告诉家里一声 尹芙蓉说到地方再打 事急 罗正民是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到儿子的电话的 老爸 是你吗 小齐 东西拿到了 接着 电话断了 虽然原因不明 倒也足以让罗正民乐得喜形于色 自从安排小儿子如影随形贴上尹芙蓉 他就在等消息 不 应该说是等十年了 只是罗正民万万想不到 这是最后一次听到小齐的声音 木合四野时 奥迪车上了高速公路 按尹芙蓉指示的方向 车内两人坚言不语 一个专注于驾驶 一个神情严峻 只听得见车外凛冽的呼啸 那是速度的声音 轰托着金属壳内紧张危险的气息 小齐 我们谈谈 跑出数十公里 尹芙蓉第一次开口了 车上始终没有第三人 我肯定东西是你拿的 我回答过了 信不信有你 对你来说 那只是一张纸 对我却很重要 我不知道尹姨在说什么 而且东西并不属于你 照这么干 这份工作不想要了 无所谓 本来也没打算常干 罗奇接着告诉尹芙蓉 自己的使命完成了 今天是最后一次给她出车 尹芙蓉倒吸口冷气 罗奇微笑着 有几分炫耀地从李怀口袋掏出那份名单晃着 这份名单对你很重要 对我也一样 尹芙蓉下意识地伸手去夺 被罗奇灵巧地躲过了 车子婴儿摇晃了一下 系好你的安全带 威胁 罗奇嘲笑着 又是一阵难耐的沉默 尹芙蓉觉得脑子都结了冰 这么说 你知道内容了 知道 罗奇说 是刑贿名单 也是证据 谁让你干的 我父亲 从你在建材商店大肆贪污时起 他就在跟踪你 十年来 一天都没放松 为了说服我给你开车 他给我看过所有的调查材料 有一尺厚 文者目瞪口呆 并很快意识到 自己对罗正明一向的怀疑 原来是对头的 怪谁呢 你 你是来卧底的 尹芙蓉声若文锐 没错 这一下你完了 小琪 你知道 我正在给楚楚 办出国留学 尹芙蓉 尖色地挤出一丝笑来 可她还太小 自己出去 恐怕不行 最好有人陪着 其实 我一直在你们俩兄弟中 选择谁更合适 尹姨知道 你和小瑞 都很喜欢楚楚 罗奇打断她 如果我交出名单 你会赞助我 陪楚楚出国留学是吧 尹芙蓉当即赞扬了她的智商 少来 楚楚钟情的是我哥 他们都好上很多年了 别忘了 我是她母亲 可以设法让楚楚爱上你 乃至嫁给你 我保证为你们创造条件 罗奇哼着 老爸没说错 你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 包括不惜牺牲女儿这种恶心事 尹芙蓉继续试探 出国留学 可以改变她的一生 罗奇回答是 她有把握自身命运的能力 看里程表 车子已经跑出二百公里了 咱们来点干脆的吧 开个价吧 尹芙蓉决定 为疏忽大义买单 二十万 我出二十万 罗奇摇头连连 笑称太少 尹芙蓉咬咬牙 一步跳到一百万 听老爸说 到目前为止 你掌握的赃款 前后有三千万元 一百万 九牛一毛啊 罗奇的口吻 像个谈判老手 只管提你的条件吧 尹姨保证不还价 尹芙蓉下决心道 三千万 我要你一分不少 交到法庭上 小奇 这个社会很现实 现今可以帮助你 得到想要的一切 我的现实 是父亲给了我一切 我必须回报他 尹姨 还是甭费劲了 尹芙蓉眼泪出来了 啜气道 小奇 你知道后果的 落到那一步 楚楚怎么办 她将来可能成为你的嫂子 咱们两家是亲家呀 你哥哥会怎么看你 倘若她因此恨我 也就不配做我哥哥了 罗奇声应道 别说了尹姨 你的出路只有一条 自首 尹芙蓉 终于切实体会到了 绝望的滋味 气不成声地将头 抵在仪表架上 还有多远 往前开 她的嗓音突然清洗起来 因为刚才无意识 触摸到了仪表架上的 一件东西 一把齿鱼长的 汽车防盗锁 罗正民在办公室 直到晚上八点 也没再等到 罗奇的消息 看时候不早 只好骑车回家 到家第一件事 便是问老儿子 来没来过电话 没有啊 有啥事啊 江仪芳在丈夫脸上 看出了异样 罗正民埋头 对付着晚饭 敷衍到没事 让妻子早点歇着去 江仪芳觉得不对劲 连想早晨 罗瑞说些 没头没脑的话 连想丈夫和老儿子 背地里的嫡嫡姑 忽然意识到 这个家里 谁的心里都憋着事 单单瞒着她一个 离家越来越远了 看里程表 已有三百多公里 尹芙蓉也不说目的地 仍叫往前开 罗其有此疑心大起 又猜不透 他葫芦里的药 在菜家店高速公路服务区近站 借口是没油了 罗其先下的车 扔给加油工人一张钞票后 跑向小麦店 引芙蓉拦住他 你干什么 罗其说饿了 弄点吃的 小麦店里只有一个 高个子女服务员 在看电视 小姐 小姐 电话在哪 女服务员眼睛 仍盯在电视上 对不起 电话坏了 罗其回头望去 门外不远处 尹芙蓉正背身打手机 她想了想 当机立断 从怀里掏出那份名单 飞快在背面 写下附近单位地址 交给服务员 小姐 请按这个地址 帮我挂号记走 这很重要 拜托了 再给我来包饼干 钱不用找了 走出小麦店 尹芙蓉也刚好打完电话 两人上车 继续赶路 尹姨到底去哪儿 心里有底的罗其 不紧不慢问道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罗其根本没注意到 尹芙蓉的眼睛 开始群寻在他和仪表架上的 汽车防盗所之间 停车 车行三百五十公里 尹芙蓉突然叫道 我有点晕 停车咱们好好谈谈 该说的 我都说了 五分钟 就五分钟 至少你现在 还是我的司机吧 我要你停车 罗其不肯 结果被尹芙蓉 强行伸过脚 去踩住刹车 罗其无奈只好把车靠边停下 然后从后备箱里 取出三角形塑料停车桩 摆在车后 在高速公路停车 这是必须的 否则会十分危险 跑出一段距离 将红色三角桩摆放完毕 罗其回头 尹芙蓉就站在身后 夜色中看不清她的表情 围剑凌乱的头发 在风中舞动 罗其手插胸前 静候对方摊牌 你真的 不肯接受任何条件 尹芙蓉的嗓音 带着呛风的嘶哑 对 我不交易 去自首吧 很好 尹芙蓉点点头 尹芙蓉就佩服你这种人 像个男子汉 看来尹芙何去何从 只好听你发落了 那是什么 罗其信以为真 寻其手指向身后望去 头上立刻被沉重的防盗 所击中 罗其摇晃一下 转回身 前额遭到第二次打击 他本能地向头上摸去 满手沾满了 黏乎乎的液体 你 第三次打击降临 罗其终于站不住了 尹芙蓉亦不迟疑 拉起他软绵无力的双手 向高速公路 护栏外拖去 护栏外侧 是一道坡坝形护堤 到了那儿 尹芙蓉用脚一踹 罗其的身体便顺坡 滚入沟底 见沟底很黑 尹芙蓉从车里 找来一只手电筒 翻遍罗其的口袋 却寻不得那张要命的名单 回到车里 搜寻义无结果之后 他第二次杀气腾腾 奔下路基 打除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